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睇《即市公略》 我是Vicky 康英文 这一节有Stanley 做嘉宾 大家好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想问Stanley 欢迎打来204-6566 或是将问题下载到ASKBSchannel.com WhatsApp 到91571428 或是Facebook Youtube 做Live可以留言 可以盡快解答大家的问题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是20280点 跌512点 国企指数跌200点 日报6926点 带肆成交有390亿 看见Kelvin说今天的市场闷 拍下早晨 早晨 Kelvin 我真的有点鼓励不了 对 跌500多点很闷吗?不刺激吗? 我并不是刺激 不过就先走了 方方人很快 好 看回今天 今天暂时的成交又不算很多 但科技股方面 其实今天都跌得比较多 也回不少下来 好像阿里巴巴跌超过4% 腾伤跌超过3% 可以 因为刚刚有些记者要做访问 好啊 不过都想问阿Stanley 因为隔晚看到美顾这样跌 其实都挺吓人 看到那个跌幅 你怕不怕? 我都很害怕 你今天说想休息一下 你竟然说想休息一下 真是鼓励不了 但大家今天看到市场的心情如海 我很老实的 今天没人看了 但是伤不伤呢? 其实这样跌下来 伤不伤呢? 伤不伤呢? 看你抓了些什么 还是都觉得 他都在这些位置囊 你都无所谓 不过 不如大家想一想 这些位置 入不入少 大家会不会想入市 这些位置 觉得是帮不帮 我觉得想跌多 所以要少少先 二万多下 是 感觉 不 我都会再观察一下 我自己有些异欲想 想找些东西加的 即是创科那些 我都想加的 因为今天都跌得有很多 但是我想说回 其实昨晚 美股那一刻跌下去 都挺没眼看的 我同意的 所以今早早 其实我都 都真的都不太望过 那些市场 当然知道跌很多 但是 都这么说回来 有些慢行的 为什麽呢 其实很多估计 我的估计 就不是真的跌很多 今天跌得比较少 即是看回 好像你说 316 即是创科人多些 但316 883 那些没什麽 今天我就叫我好彩 而且 其实今天为什么 都想有些东西买呢 因为 现在我觉得市 即是你问我 科技股 我讲香港的科技股 我都是给的 但其他我的板块 有些 我又觉得又 差不去 你有什麽想代入袋子 现在 现在 化肥加煤炭 化肥 当然没有 最近我都研究 看这些资料比较多 是 其实我今早 或者我昨晚 开始想一件事 就是想一件事 你预了市 其实你预了错 其实我都过去这一两个星期 都常常强调就是说 美国你预了会好错 因为加息和债息 是会几发的 你美国预了会发的 但是 昨晚都很认真的 昨晚美国这一下跌 我都没有怎麽预过 所以我昨晚 美国预线上 见到它跌那麽多 都有些 都觉得我怎麽预了 不过呢 就有些认为 都预了衰 因为为什麽呢 其实昨天 有个数据出来 数据一看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那些大件事 那个什么数据 其实那个是一个 那个以往的时间 就不要显眼 那个数据大家 可能都不要理 甚至乎 提到某些提 类似 那个劳工成本的问题 这个其实大家 最后都不是很 因为大家可能 比较关注 好像是浪番 那些数据 就是就要到的那些数 早晨了 Polla 但是那个数据 昨天突然升得很厉害 就是劳工成本的那些数据 是比得很厉害 我都知道 一定 今晚美国有大件事 一定是 因为假设 现在大家 最怕是通胀 你怕这件事 所以 所以联储局 可以少认为 这么猛烈地加息 但是当你劳工成本 那么厉害的时间 怕它再激烈一点 你一定 你没得选择 如果你去到 劳工成本有那么厉害 那些东西越来越贵 这些时间 通胀的压力 你会很大 所以 为什么 其实是那一刻之后 你记得到的 债息 才急升上去 所以 所以 债息升得那么夸张 一定是出事的 债息 昨天 你见到它的升幅 我今早看得到 下一刻 为什么要3.6 3.106 其实 如果债息 那么厉害 通常 你的市 一定是很波动 这个 这个 你点完相对 债息 债息 债息升低 其实牵涉的资金 是很厉害的 如果你 如果债息 那么大波动的时间 反映就是说 资金可能真的 很多 叫做什么 relocate 很多资金是不断 在那里移动的时间 你的市 一定是很厉害的 所以你预计了 虽然说隔晚的时间 跌了成千年的道指 但是你预计了 这段时间 不要说今晚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也是 我这段时间也是 你预计了 美股的好厉害 就是大上大落 其实你想想 一样东西 昨天 道指跌了1,060多点 是 但前一晚 才是9,060多 你看到这段时间 它拉到这段时间 跌了8,060 只不过波幅 会吓死你 所以你预计了一个事 现在就是这样 会有机会 可能以一个 这么大型的波动 会上落 所以 现在是恶玩的 你说那些货 其实你现在变成 你长仓拿着它 你是多难搞的 太郎 早晨 但是我又想问 会不会说 因为现在美股 有很多因素困扰着 大家又要看着 加息这些因素 直接受影响 会不会说 令到你美股的仓 不会想加那么大 我就两体 我的仓碑和港股比 那边有小一点 是 但是你问我 那边有没有 有没有想加 也有的 就是那句 始终我觉得 有些公司的业绩表现 如果它真的飙升的话 我真的不是很担心 而且主要是 你对行业的了解有多少 但是你说 昨晚那一下 掉下来 其实你拿起来 都跌 可能跌3-4% 你弱样都是 甚至Costco 都对得挺厉害 Costco 我有兴趣想加注 Costco 我觉得它的 售价仍是OK的 只不过 勞工成本升这一件事 是 真的有很大问题的 认真是有很大问题的 因为其实你没有办法 你想想 你做生意的意思 就是你计算Cost 当然你的生意高了 你说 可能你的开支也多了 但是你对这些成本 急增得那么厉害的时间 其实你要 真的要靠加价去彌補 其实有一个 一个大问题 当然你接着又加息 你变相之下 你的融资成本又高了 那么 就是很多东西 你会觉得 真的突然之间 就是其实 昨天那一下 操升上去 那个榨息 我真的那一刻 会觉得出得太快 就是这件事 真的没有出得那么快 就是如果你说 真的去得那么快的时间 你有个市 这样做法 是完全合理的 是真的完全合理的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 大家都真的要留意着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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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机会可能突然间 有一次加 零 零 零 所以你见昨天呢 昨天就是突然间 看到那个 什么 就是那些预测 因为 你想想 但是 回一会都说了 六月份 就是下个月 甚至打后的时间 他都不是傾向加零点七五 是 也觉得加三档 其实都 都觉得不是那么ok 但是 你看到 就是昨天出现那些粗 editing之后 呢 你见到的 那些六月份 或加零点七五 那个那些机会率 都线是百成多 大家反而地暗算是覺得 都迫著去的價格 所以現在的局面有些少少是 真的有些預計不到 但美國會怎樣做 科技股我都覺得我都拿著線 但你說個別的科技股 我都認真地想是否應該減一減量 就好像你說 都不敢說的 就沽了它 例如Alphabet 或者Amazon這些 我真的覺得很累 如果你要沽來沽地 一定沽過去 我現在看大家怎樣處理 不過我猜完之後我會買一些 又會再加賣其他美股 即是自己有信心的 沒錯 現在基本上情況就是這樣 好 我們說說市場又跌多了 暫時在跌六八九點 說笑話 跌跌什麼 跌跌什麼 跌跌不是跌很多 應該跌跌是新經濟股份 是啊 中概股很慘 沒有啦 中概股昨晚才跌下來 是啊 美國那邊 昨晚才跌一雙 是啊 見到為少你 沒有啦 我的全部都不行 真的那些沒辦法 但你真的沒辦法 你說過中概股就是這個問題 你問 為什麼大家之前打算入ATM也好 其實你看我都不敢 有信心給大家入 我都說大家當時入市入這些 我都說信心真的不夠 而且炒Range 好像騰訊你現在這些 你播去不穿350的 你就想一想 但是這些又真是 一穿了你都沒辦法 都要投降 我見到內房跌深了 內房 內房 今天應該是因為人民幣弱 弱啦 人民幣跌到又跌得很厲害 是啊 穿了6.7了 是啊 不止 今早好像再跌得厲害 話說回來 今早跌得很厲害 人民幣連破四個關口 其實今年看人民幣也應該是弱的 為什麼美國加 你美國加太厲害 是啊 最主要是你真的升太 你美金這一下差太厲害 其實你昨晚也是厲害的 是啊 是啊 所以今晚我朋友就在WhatsApp 問我現在問我唱Yen好不好 你唱 最近大家問多 反正問Yen唱不唱 一直問問 到這些位置大家都想要 分段唱 不過真是慘 中海有這些 一夜就放進去 是啊 7% 是啊 中海有這些位置 我在想其實內房 在現在這些時候 是否真的不好碰 之前有說 其實現在這些時候 可能680、109都可以儲 儲 儲就和你炒有不同的 儲你預早就和你駕駛 如果你問我 現在你說這位 買少數貨 放下我不行 但是現在最主要的市 很難捱 是要捱 那你買貨就要捱 你現在 你現在想著 一買完貨之後 一升爛 但是你預了買這些位置 即是你預了分住去買 現在是 Paula都說680很吸引 吸引 你問我都吸引 680這位 不知道它會不會補下 下面那個樓頭 680現在這位真的OK 你想一下先 680現在你看的圖 又去回之前的位置 對這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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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貪心些 你駁它下去 23元 Kelvin還要忍 你忍不忍 Kelvin 你有貨嗎 是不是you jump you jump I jump 這麼浪漫 一起跳就算 真的沒有 680 內房 我經常都說 我都不敢看太 我覺得680是OK的 但我始終都說 那件事 好像你說 那些債務問題 那些一天未搞定 你一天都不可以賣 這些 一天都不可以賣 我亂等那些東西 真的完全 即是叫雨過天清 那些時間 你追貨都不怕 你一買 我覺得真的不是不行 但你又預了 跟它 這場相私手 但為什麼恆大那些 沒有消息 什麼 恆大那些 沒有消息 那你怕不怕 沒有了 已經冷卻了 冷卻了 對 因為沒有想到它 沒有消息 咦 但突然間有隻股份 急升了上來 什麼來的 包含大家猜不到 什麼來的 偷看線 992 整個市差就是炒它 說內地 說那些PC概念股 和A歸國產軟件股 是 全線走歌 但不知道為什麼 有國賊嗎 不知道 五九六 都掉了 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看看有什麼消息 先看沒有什麼消息 先回答 Mai問題 1800293 可不可以入 中交建 1800293 什麼特戰 293 293 國泰你可以買 沒有消息先驚 其實也是 沒有消息先驚 真的 Polo 上次 830 沒有進去 不要緊 等機會 其實830 再有機會回 我都可能會加 不會穿10元吧 1992 很久 不會穿10元吧 有機會再想 不要緊 有機會 錯過一次 就等機會 沒事 但 就是那句 等 現在這些市況 叫什麼 階級容忍 不是說階級 是階級容忍 未知聯想炒什麼 未知 Kavin 一會再找我們 看看有沒有什麼資料 國泰 10000那些 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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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這些 你買下去的話 那個概念 就是駁疫情好 你這樣計 現在這位追不追 我就不追 但是 你說去回一些 你說買來擺一下 讓這個心態擺 擺一下的話 又無目無防 因為始終國泰這些 你看到疫情慢慢消退 特別是說 你經常說 你經常全球 都開始慢慢恢復很多 叫我一些 航班 這些東西 變相對它是有利的 就是它的情況 就慢慢改善了 所以你又買 我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你預計要擺 你預計是說買完之後 你都預計了機會 它的價 再跌回去 就是跌回去 但是 你慢慢會先拿貨 在那裡 等到可能 都拿到疫情過後 沒有什麼 是 其實這些 類似好像 豪島那樣 就是根本上 你如果現在買下去 的話 不准要坐庭 就是要坐庭 但是你預計了 就放到它 真的 可能有一天 那些疫情過去了 那就就可以了 我想說一說992 因為我找到消息了 就是說 中國要那些政府機構 國有那些企業 會去換一些 國內的電腦產品 不准用外國的產品 真的嗎 是 這個彭博的消息 據悉 還未確實 涉及五千萬部電腦設備 蛤 是 就是這個 這樣嗎 全部替換工作 大概要在兩年之內完成 但是 聯想裡面的餡 都是很多來自 其他地方 我在想這兩件事 不知道 就是聯想裡面有沒有電腦的 CPU 應該不是Intel 而是AMD 是嗎 然後裡面還要用 Microsoft的Windows 應該 如果這樣計算 應該全部換掉 所以內地有很多 有很多Office的軟件 但是你說硬件 它說 鼓勵中國用Ninx Li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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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代微軟的Windows 但是 龍芯本身 它裡面 那些晶片 也都是來自 叫做 台積電 或者叫高通 又或者是聯發科那些 除非那些地方 全部要自家製 是 自家製 自家製 你說中心可以做到 14納米 會不會變得很慢呢 你的電腦 這樣嗎 又不 其實慢 怎麼說呢 大頭龜一點 哈哈 哈哈 這些又升 這樣計算 好 我們這個時候 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好 陳小姐旁邊 陳小姐你好 哈囉 陳小姐早安 陳小姐 好 好 我們一會再打給你 我回答剛才 1800宗交接 暫時為甚麼 我就不敲 這些法式基建股 基建股 永遠都是 就是 它升那一下 或者是開頭升那些時間 你出去就很安全 但是到它升完 就是它升完上 你現在開始得妥的話 就無謂追處了 基建股是永遠都是 大家都看得很樂觀 這些法式 國策扶持 這些基建板塊 是對的 理論上是沒有錯的 但是問題是說 它們本身這些 可能生意很多 但會賺錢 這些變成 你去那些國家 對一點的話 不要在口中了 好啊 金碟 金碟做甚麼 金碟也是 但是金碟越來越多 少編說三八八八 沒有啊 這些沒有反應 三八八反而真的都混 因為三八八本身 有那個辦公室那個 就是它有這塊東西 那應該是按道理 是有幫助的 對它來的 我叫甚麼名字 金碟本身有一塊 是給辦公室的東西 我以前也有和大家聊過 做活檔那些 它有類似做這些東西 但忘記著名字 真的 它有做這些東西 好啊 可能我聽不到小編說甚麼 是啊 等一下 好啦 那些 走剩佛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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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又不怕 那些又擺盤 那些又擺盤 沒有甚麼的 不過市場好像又是 跌多了 現在又是 跌多了 剛才跌了七八點 現在都跌六百八十幾 不過市場 現在沒有辦法 你看這些科技股 它們又不爭氣的時間 你就更加不用想 是啊 還有下個星期 我們放完隔回來之後 Double PS 沒錯 我們放完隔回來之後 我們又會出一個 進修數據 然後還有這個 CPI、PPI 即下個星期 這些數據應該 下星期都幾 都幾 有啟示性 因為這次的數據 是4月份的 你看之前的時間 4月份的 有些什麼 PMI 全部都很差 我看看 出到來這一批的數據 是甚麼樣子 因為正正反映 疫情 風控這些 影響有多大 這次的數據是值得關注 是呀 因為那個叫做WPS 那個軟件 Kingsoft Office 之前拆了 好像是上市 是的 好 我們繼續接聽家寧觀眾的電話 有位陳小姐 旁邊陳小姐 你好 你好 你好早晨 你想問甚麼 早晨 是呀 我想問問那個騰訊 是 還有那個 呼身醫療 究竟是拿著口 還是出口 嗯 你騰訊 你本身是 這陣子買還是之前買下的 有 這兩個股票都有的 我知道 但你是何時賣的 是 現在 我是2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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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我明白 我明白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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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但是它的股價是有趣的 它的股價其實是在過去這一段的時間 基本上很容易足 每一次都是在大概是50元的區間 即是50元左右的區間上落 即是之前的时间,它上一转,跌穿了350元之后 它的范围就大概在300至350元这个位置 其实上次都一滴,上一次大概325元左右 都已经有个反弹了 即是上一次的范围就325元,大概是350元左右 但上去的时间,它的范围就变成350至400元这个位置 所以你说现在这些位置就关键了 因为刚刚好就有些宅介 即是现在在353元这个位置 所以你本身是有货的 如果你是想着真是,当是短线无处的话 它一穿350元的话 你真是想一想是否要止蚀 即是你甚至于腾讯呢 很多很多人在 如果你是短炒的,穿这些大位的话 你一定是走货 但这些都不要紧了,我都可以再摆一下 再等一等 那你又看看能不能再跌的时间 大概上一次低位 325元这位置 就交了住货 但是看你自己的想法 我又会觉得现在这些科技股 因为现在是风眼旺 即是不要说香港这些 所以美国那些科技股 都真的情况都仍是 现在这一段 都有一点严峻 所以就变成你现在暂时来计的话 我觉得如果短线无处上的话 穿三百五十元 都要想一想 是否要减减货才会比较好些 好啊 还有一只2196 伏星 伏星的小孩一样 是一样的 雖然之前常常说 内地可能没有机会有什么 復必泰那一只 那只好像有机会 内地可以用到 但是好像还是指线楼看响的 好像是 那现在这些位置 有点尴尬的了 如果你有货位的话 就是它这一转 你看得到的 三十个半这位置 是一些大支持的位置 那你如果不穿这位置的话 你便想想一下 拿着它先 不过现在的现价比的话 不是差很远的 所以这一只 反而同一旦送给的话 这一只真的要小心一点 一穿这位的话 最好就考虑指示先 好啊 亦都麻烦了小姐的电话 接着来我们有 有郑先生的电话 郑先生你好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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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找一下高高二心一靠 或者是梦牛 我不累 它是落到十十元以下 我就想入 但是现在都是 热心的 是啊 现在这个交易可不可以入 我还没有所 明白 郑先生 这一只梦牛都突然看少了它 突然间 因为它那个股价都挺有个 挺明然的核跌 然后低下 因为它真的是 然后低下来 它不是除静的那些因素 看看 二三一九 真是不干涉 它真的是跌 但问题是 这一堆的食品股 我这一转都说的 我有戒心的 不要说梦牛 是全部都有戒心 因为原材料价格的上升 对它们来说是影响很大 但梦牛的势 原来 真的很久没有看过梦牛的股价 原来 它的势都差了这么多 是啊 没了很多 有点意外 因为你看它的价格 之前的时间 40元都是一些很大的支持 它这位穿得的话 都挺麻烦 所以郑先生 如果你本身是否有货 想买的话 不如看看它这一转的时间 40元这个位置 能不能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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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它这位站不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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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真的要小心一點 這次暫時就不要這麼急 好啊 看著你先 鄭先生 下午是Arno和QEA 2331嗎 沒有啦 二零二零 這些都不叫大家買 不過又好笑 知不知道 李寧想住 我知道 開咖啡 玩玩 我想說一下 很多公司開一些副業 開一些另一些業務 其實我覺得是開啟的 但是最主要是說 你那個叫做 不是 應該要有些拉爛的嗎 就是有些拉爛 有些協同效應 我會覺得OK的 蝦草神 但是呢 你這次去見他開那個 他開咖啡飯 完全風茅不相及 如果你說 你說 本身你說 他可能開一些 跟你說一些 健康飲品 相關 都做不像make sense 能夠下去 體育 對 沒錯 還未必自己做 可能跟人合作 好一點 你自己做的話 你想一下 其實你沒有這些 人的事 你選擇要做 我又完全想不明白 他做哪一科 我昨天聽到這間消息的時間 我第一個想的時候 想些什麼 就是說 咦 難道李玲 原來他會沖咖啡嗎 他會好像 他好像 某一個人說 咦 他要去店裡沖咖啡 我只是想他應該是 concept store 那些 可能看衣服 喝咖啡 chewa chewa 你喝衣服 我去連家一佛 咖啡 他連家一佛 你放回我 我開心 看著波鞋 有些奇怪的 有些波鞋 你波鞋也喝 你波鞋也喝 有些 沒有放力的那些 你不要喝咖啡 但我看到他那個商標 那個分量是 餐飲駐宿 不知道 是不是做駐宿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整個談事 其實我看得 昨天的談事 我看得很負面 不知道誰管理上想出來 我反映一下 如果你這樣做 我會想一件事 是否你覺得本業 已經不行 我真的會這樣想 你回來了 你煩惱 我真的會這樣想 所以這樣熱身過去 是啊 但這個辦法 都不買了 不然這一刻 我不買了 做完運動喝咖啡 心跳很快 所以整件事 真的不合理 不合理 不合理 看著主題酒店 那些房間 把球衣的球衣 甚至乎 那些什麼 羽毛球運動場的主題酒店 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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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我不肯 我覺得他有這個想法 沒有說不行 但那個炒 好像我怎樣 我想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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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豪仔當然 八豪仔 卡得很硬 八豪和六、二、三 都很硬 沒有你派完息 股價扣回 他說什麼 他說現在進入的話 派完息會不會跌得很趕 有機會的 因為他們本身的股價 一向都是這樣的 一向都是比較上 除完整之後 因為大家都可能要收息 那些人就會沽貨 但是你看看今次 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情況 就是說 因為市場 市場是這麼反覆 這些錢是避險 一定是安全住 623強 強 所以我覺得 我也是不理會 那些市場一定要買這些 所以我的計劃有時候 設定很重要 我覺得我今年的計劃 當然有些股份是壞 拖累了整個計劃 但如果撇除那隻壞東西 媽媽衫的話 我的計劃其實今年不糟 雖然 你做色魔是對的 其實是 所以不是這次 是拿著這股份 拿著 大家不會突然 收息的 收息的 怪魔 沒錯 沒錯 SQQQ TSM 怎樣看 都是小心 沒有TSM 我都認真地想 加不加得住 因為我都是那句 我覺得它不差 但是只不過 當你整個大市 即是大盤 你這麼頑皮的情況之下 你沒有什麼可能不跌 因為隔晚 那些芯片都跌得厲害 那些芯片 你只不過說大環境 現在真是 其實有些美觀是否很差 我真的覺得 不是太會差 我覺得是因為現在 只不過是一個 真是一個很大型的上落市 甚至是一個叫波動市 你可能現在大家 因為 當然 你今晚又未知 有什麼情況 今晚又是出這個 朗番的數 所以變了 是啊 你可能會這樣賺 很難的 但是 是長牌 耐性的TSM就變成 但是你說 如果現在的情況 你拿了一些SQQ TQQ 其實我覺得 現在這一回合你買 你買可能怎樣 你可能短炒 我覺得 又有數 你為了一個市 會好錯 所以如果這些 槓桿式產品 其實最主要就是 你的市場一定要動 你的市場不動的時間 就好像 你的市場只會 可能橫行 這樣就大件事了 所以現在它有波動的話 反而不怕 NVIDIA為什麼厲害 是吧 那些很厲害 是呀 但是沒有辦法 你只可以說 其實很多的關聯性 當你很多 那些叫做 今晚不出奇 其實你看到 不 今晚的問題 今晚出浪番 下一個數 都幾有啟示性 還有記憶看這件事 下一個數 是公時的變化 今天我認不住 公時的變化應該都幾厲害 因為如果你昨天提及 成本的數目 不得這麼急 今天公時的升幅 有機會會很厲害 看看市場怎麼演繹 這些事情都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現在 假設現在這麼害怕 通脹 這麼害怕的時間 其實你預計了 今晚就會很錯 但是你說是否一定 你升年跌 真的很難 很難 給一個方向來 但是你問我美姑 怕不怕呢 都還是不太害怕 我真的不太害怕 我真的不太害怕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但是只可以說 是很厲害 但是如果很厲害的話 是有點擔心 好啊 什麼原子數怎麼看 這個 不需要 這個 昨天已經走到這樣 你都知道 都不得了 真的會 只有向上 今晚會不會升年跌 你還沒估計 不知道 我覺得不會 很難估計 對很難估計 因為現在你說的是 一千年波幅 其實好像 你過去這兩天的時間 已經是這樣的情況 你變成現在好像 可能五百至一千年波幅 每一天的時間 應該都真的 不時不時會發生 但是你接著那些 TQQ 有槓桿那些 那些 那些 市場ETF 反向那些 一定會好錯的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說 總是炒股 即炒股的話 美股那邊那些 真的 真的好玩 這些真的好刺激 炒家的戰場 這個 一定是 所以你說現在沒有 那 看今晚的數據出來 什麼狀況 今晚看看 浪花的數據如何 浪花的數據 反而浪花的數據 反而不是重點 公時的增長 公時的增長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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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認真 不是開笑 好吧 時間差不多了 跟Stanley 申報 昨天 5% 小編 5% 都不是算少 指數 好 跟Stanley 申報 有沒有遲階 以上的股份 有 跟大家申報了 好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節目 稍後見